Hello 我們又見面了 繼上次做完這個碎粉的Compare之後 都有朋友想說想看其他產品 我本身打算做Foundation 但反而很多朋友想看Mask 我自己也是一個很多Mask 和很喜歡敷Mask的人 我今次會選擇一些保濕類型的Wash-off Mask 跟大家分享了 分了不同類型 今次會先做保濕型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最近乾了很多 和開始煮天氣 無論油性皮膚或者混合性皮膚 或者乾性皮膚都好 在這個時候更加要極度保濕 等待轉過來的時候 皮膚都不容易起敏感 或者不容易生粒粒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乾很乾 而且因為我正在打臉毛 所以這些位置更加乾就會起粒粒 但做完Facial之後就好了一點 但平時都會很勤力地 可以多敷一些保濕類型的Mask 第一款就想說這支我比較少用 而且我買完覺得它不太好用的Mask 就是這個 我是在759的Kawaii來買的 它這個牌子就是你們平時用來洗臉的白泥 這個牌子 它也是綁藥酸性 沒有著色 沒有礦物油 它是一種保濕的Mask Gel 它這支出來的質地是透透的 很明顯 但塗到上面 我就覺得沒什麼感覺 好像塗到一些很普通的保濕面霜 而且我就感覺不到它特別保濕 只不過是 可能粗粗的 浸厚一點 在上面 然後敷5分鐘 洗了它就算 但效果不見不到 也都 沒什麼用 所以我就不太推薦大家去試這個 第二支就是L'Oreal Hydrofresh Water Pumping Mask 近來最喜歡最喜歡的一支 保濕類型的Wash-off Mask 因為我每次敷它的時候 我真的感覺到它在吸我皮膚底層 然後敷完 即是一敷的時候 會有刺刺的感覺 變成我真的覺得我皮膚在喝水 而且它的價錢是超便宜 即是59元 在明月才可以買的 而我所知 在普通的曼寧和Watsons是沒有的 所以大家去找的時候 就要留意一下 那自己來說 就一般的 它的尾巴 我主要先敷在臉上 然後用蔡瓜水 弄濕一點化妝棉 再在上面 再加上去 那敷十分鐘左右 其實你會看到 一些乾的地方 就差不多吸光了 然後我會再用蔡瓜水的棉 來抹一抹 然後再沖一沖水 然後我會塗奶油 之後就會覺得自己的臉上滑了 還有醬污污飲飽的感覺 所以這個我是很喜歡用 而且它很便宜 變成塗多些 或者操用 自己都不會覺得 就是 這個 玻尿酸的gel mask 其實這個 我用了一段時間 只剩下很少 它是一種比較有趣的gel mask 它跟平時那些不同 它比較流身很多 所以變成劈上面的時候 要留意它會容易掉下來 而且它就不用很厚很厚敷 就是你輕輕敷一層已經很夠了 效果呢 都比平時的gel mask 保濕很多 不過就沒有那些 另外我剛才說的那些 說有種泵水 就是那種感覺 那它就沒有的 如果你是怕刺激的 你可以試試這個 那這個呢 其實都是一種比較穩陣 沒有那麼容易敏感的品牌 那身邊有敏感皮膚的人 用它都沒有問題的 之後下來的兩支 就是會是試用的產品 那第一款呢 就是這個窩牛的面膜 那其實它是一種比較 像牙膏那麼厚身 那麼稠身的面膜 那它是黃黃的色的 塗上臉上面 其實不需要太厚 只要遮到皮膚的顏色 就可以了 那其實我開始覺得用它呢 好像出來的質地 已經不像平時的保濕面膜那麼水潤 好像很乾身的 好像覺得敷久了 臉會乾那種感覺 保濕效果做得不錯 但是反而它其他東西呢 我就覺得一般 之前呢 我就看過有人說 它就說 那些毛孔會不見了 會好精神啊 會 bright up 了等等 那些 那敷完一次呢 會有一點點白淨了 但是其實很多膜都做到這件事的了 就不是特別出奇 那但是呢 它保濕的效果呢 都顯著的 因為都是那一句 我是感覺到它刺濕的 那還有呢 它刺濕不是敏感的那些 但是呢 敷完這些的話呢 那些毛孔會 細一點點 那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因為我那個位置不乾嘛 那我乾那些毛孔才會帶 那所以我補了水之後呢 那些毛孔細一點 那都是正常的 它其實塗了上面呢 敷15分鐘左右呢 其實都會有一點點乾的 它的質地 它的質地本身是會有些容易乾的那種感覺 那如果這個 夏天都可以的 冬天的話呢 我就覺得一般了 最後的一款呢 也是使用的 就是這個 B5的Mask 那這枝東西呢 我自己超級喜歡用 因為它每次不需要用多的 它是真的薄薄的 塗了一層已經夠了 那我自己就可能 特別乾的地方 就塗多一兩層 那比如 額頭啊 臉盒啊 下巴 那鼻我其實塗了一層也夠了 那它敷完之後呢 你會覺得 有點軟 而且它會慢慢少了 但是到你洗臉的時候呢 你的臉不會乾了 它會還有一層 它會有一層 輕輕的 有時候我很乾的時候呢 我就會用一些花水 或者菜瓜水 輕輕的擦一擦 擦一擦 擦完之後呢 其實我就不過水 直接就再塗一個 霜霜 然後就睡覺了 那它的效果呢 就是厲害很多的 因為它真的是唇B5去保濕 那變了呢 其實我不用洗臉的了 我只不過當它是一個很厚身的精華 這樣打入皮膚裡 那所以有時候我很乾 或者我打完面毛的時候呢 我用其他我又怕敏感啊 那我就會用這個 因為它是沒有香料 還有沒有顏色 沒有酒精那些的 那我用這個呢 就會放心一點 但是它的價錢是偏貴的 我有時候會厚一點點這樣塗完 就當它是一個Sleeping Mask 那這樣用 那一枝呢 可以有三個用途 可以當Wash off 可以當Sleeping Mask 也可以當一個厚身一點的精華 那所以我自己是覺得這個 是值得買的 因為始終它是一枝那麼多共同 今次的Wash off Mask 保濕類型的影片呢 就來到這裡了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影片 拜拜 我喜歡今次的影片